这个世界需要老的依靠 也需要年轻的依靠 不要在乎你的年龄几岁 80岁不老 18岁一点都不小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大家所说的故事 是在日本最近所发生的 惊人的天气的变化 为什么我刚才说 不要在乎你的年龄几岁 老了不嫌老 小的不嫌小 因为整个地球的改变 实在来得太快了 今年呢 可能10月开始就会有声音 现在为止 我们所面临的气候 这么热的天气 既没有声音 也没有反声音 它就是一个新常态 未来我们所要面临的 一个暖化的地球 而日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他们面临第一个 是九州史上最大的雨量 爆发非常可怕的土石流 三天之内降雨量 达到800毫米 降雨强度非常的高 其次接着就是全日本 难以想象的热暑 就这么热的 不只是出现在台湾 也出现在纬度相当高的日本 这不是世界末日 人却不得不对大自然低头 因为眼前一波波洪水 夹带着泥沙攻城掠地 水位温度淹得比房屋还要高 一小时90毫米的雨量 几乎要把京都变雨都 再往南到九州 雨势更惊人 包括熊本和大芬 三天累积超过800毫米 都号称史上最大降雨 这是日本人从未想过的情景 明日暴雨竟然让40万人流离 好不容易雨停了 气温飙迫30度 人们又得在猛暑下重建家园 水深火热莫过于此 20号这一天 日本50多处气温超过35度 正式进入猛暑 首都东京更是今年第一次这么热 而且从早到晚降不下来 日本三大祭之一的京都指缘祭 今年也在高温中登场 一千多年前为了消除瘟疫 举办的庆典吸引16万人参加 却没想到最高潮的神教出巡 竟有七人不耐烈日 中暑送医 专家分析 关东今年如此酷热 主要是基于东边高压 引进南方暖空气 造成日照强烈 气温飙升 但光是九号之后一个星期 全日本就有近2500人中暑送医 五人疑似高温致死 却是史上头一遭 火热 果真高温持续攀升 群马管林热到39.2度 一时期也有39.1 日本全国超过35度的点 更一口气暴增到70多个 商家贴出公告 欢迎大家入内避暑 还有老人家为了防中暑 在家里到处装设温湿度监测器 热浪一波接一波 烧得日本人云头转向 关东地区的立幕线还刮起外风 让跌进感应声折断 大树乌瓦也难抵挡 日本接连怪天气让人摸不着头绪 秘幕线甚至发布了龙卷风警报 看来商店的考验 似乎还未提醒